哈囉哈囉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紹永恆守護 永恆守護是義恨蘇惠帶領營運的3D MMORPG手機遊戲 同步介紹由甜美女神遊戲代言王妍樂為遊戲站台 遊戲建構了一個惡魔與人類共存的西方魔幻世界 主角需要透過不斷的冒險 手持利刃、屠殺一個又一個的惡魔BOSS 才能守護最終自己的愛人 而遊戲只有分兩種職業 建築師 生來就作為了戰爭機器 魔法師 戰場上的鬼滅者 在永恆守護的世界裡 你可以掛機隨時打怪刷經驗 也可以搜尋極品裝備來武裝自己 也可以帶上寵物以此戰鬥 可以喊上盟友以及熱血刷副本 共同探尋這個世界背後的秘密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欸 開始了 開始了 他這是直立屏幕的 呃 魔幻手機遊戲啦 喔 以下就成功了 現在幾集了二集了 我看他這個遊戲畫面 我剛開始想要試玩 做這個遊戲的部分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一款 呵呵 就是很快就可以升級的一個 手機遊戲啦 那我剛開始接觸到這個遊戲 是因為 有一個廣告它是 我們先 看一下任務 有一個廣告它叫做 呃 這個遊戲啦 這個遊戲叫做永恆守護 那剛好在推播的時候是 一個代言人做代言的 那那個代言人叫做王樂妍 王樂妍可能大家比較 不知道這個人 那他其實最近最紅的 最紅的 他是一個藝人啦 他最紅的作品是 女兵日記的張家家 所以我就想說 嗯 我們來 試玩看看 雖然他的畫面 看起來 非常像是 欸 掛機遊戲那樣子 欸我們強化一下 剛剛在講話的過程中 我已經三級了 把武器強化 欸我可不可以自己控制啊 他現在要挑戰BOSS 那其實他比較特別是 因為他是直立屏幕啦 正常的做橫屏嘛 取消掛機一下好不好 然後如果他用掛機的方式 走的話就非常的慢 那我們怎麼攻擊啊 我們來看一下 點擊攻擊嗎 然後 結果我們反而不會用 反而不會 反而 自己操作不會啊 他應該會有那個 技能的部分嘛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款遊戲 我 我是目前沒有找到 技能在哪裡啊 好我們再把掛機按掉 我們走走看 他應該可以在這裡控制吧 把東西拿出來 欸怎麼還在打 又要挑戰魔王了 我們來看一下 魔王 魔王 看時間還不及不行啊 打魔王是有時間限制的 取消掛機 我來看一下角色 欸在控制角色的時候 其實他還在掛耶 畫型 50級之後就會有翅膀 還有百家裂 這就是天使那系列嘛 主動技能 是 不過他好像沒有 真的沒有給我們設置 等一下要挑戰一個BOSS 沒有讓我們設置就是 你看 理論上應該要設置 設置可以攻擊的那個 放技能的空間 真的沒有 然後他只能用掛機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不夠有趣啦 因為遊戲還是要自己玩嘛 不過以前我們有些 玩天堂的人 他就是 掛 掛到很強 掛到50級之後 再來玩 欸我們應該有 有小寵物了 小寵物就直接出來了 雖然我不知道小寵物有什麼幫助啊 因為他都自己打 15級才有嗎 強化一下 那我反而覺得 最近 最近 這種遊戲 越來越多了 然後 有些遊戲啊 他會把名字換掉 然後 換新的名字 然後讓你繼續玩 可是他並不是正版授權的 對啊 所以變成說正版授權也很重要 但其實畫質還可以啦 只是說 玩的方式不是那麼的有趣 欸你看直接升五星耶 挑戰第三級BOSS 我 墮落天使 這種畫面可以翻嗎 欸我連 墮落天使的樣子都還沒看到就贏了 不過因為我選的是法師啊 他有兩個啦 一個大概是用劍術師 或者是劍克 類似這樣的 名字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魔法師嘛 已經得到 剛剛那個是什麼 三一四萬 三百多萬經驗值 但我那個手衝一直在閃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又要叫人家衝 我想看到他到底有什麼比較 厲害跟特別的東西 目前的話 穿袋 好 坦 awhile 吼 這隻是末日死者是不是 可惜他的屏幕是沒有辦法轉移的 是固定視角的 好啦我決定我們展示到那個 座騎的部分如何 看看他座騎是不是 很酷炫之類的 反正二十幾個字 應該很快 28了 好寵物 要進階到一階了 一階搞不好會變樣子 直接跳來打BOSS 這是三十幾的BOSS 他的名字叫做 三十幾魔王BOSS 打贏了耶 超快 得到座騎了 得到座騎了 我剛剛好像得到一個座騎戰 誒我座騎得到了嗎 理論上應該得到座騎了 有了有了得到座騎了 畫型看他畫型會怎麼樣 喔所以你看他座騎其實會畫型啦 還畫成鳳凰 但是要活腳 要有道具才能活腳 不過依照這個遊戲的 感覺是 他玩到一段時間 他就會自己變成這樣 好啦 我們把這個BOSS打完就好 好 好 這個遊戲就介紹到這啦 如果還有更多的未上市遊戲 或是更多的新手機遊戲資訊 我也會再通知大家 也記得要訂閱我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大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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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